往返佛雪十七年,施行萬里求返 歷經無數大小災難,見證生日好過輕衰成敗 他是偉大的旅行家,翻譯家,佛學家 他就是一代明爭,元壯 幾十小說聯播,元壯西流 作者,前文中,又亮昊明播講 話說元壯來到加皮羅衛國,這裏是佛陀的故鄉 傳說中佛陀故鄉日族,也就是太陽族的英雄喬達摩所見 佛陀真正的名字叫做釋達多喬達摩 喬達摩是他的姓,釋達多的意思是一切二成 成就了一切正義,成就了一切最高尚的東西 所以他亦叫做一切二成太子 在釋迦族中誕生佛陀的人物並不是偶然的 在佛陀的年代,正好就是釋迦族最鼎盛的年代 人口過一百萬,有十座城市 而佛陀的故鄉結彼羅城就是其中排名第一 根據《普耀經》和《佛所行站》等等經典的記載 當時結彼羅城非常宏偉,有四座城門 裏面有圓林,有市場,還有高的高的塔樓可以撫陷全城 城裏頭還有議事廳可以處理一切的公眾事務 所以,學術家的認為佛陀的故鄉是一個共和國 這個國體對佛教的產生亦有很大的影響 所有事都證明,佛陀在世的時候,這個地方非常繁華 但同時,所有事都很無奈地向我們揭示 佛陀故鄉的衰亡速度之快,是很驚人的 衰亡的證明,我們找不到印度當地的記載 只能靠中國歷代的頭髮高增的記錄 在五世紀初,也就是公元四零零年左右 法遜來到這裏的時候,就是城中都無王民,神丘方 只有眾珍,文戶數十加爾爾 在法遜之後將近兩百年,原葬來到這裏的時候 就是空城十數,荒無以審 也就是說,曾經繁華的城市,現在連人影都不見 但是原葬就記載了數量巨大,質量上乘的基子 也就是說房屋的位置 在這個地基上面,曾經出現過一千座的寺廟 好了,到了八世紀,原葬之後的曾人衛超來到這裏的時候 就是比城已閉,有塔無爭亦無白省 也就是說這個城已經完全廢棄了 原葬就離開了佛陀的故鄉 來到同樣已經荒無不堪的南摩國 他在這裏,又留下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記載 他在這裏發現了一座非常奇怪的寺廟 名字叫沙尼寺 這間寺廟的傳統,是由一個沙尼 也就是說一個沒有受過巨足界的沙尼 叫做寺廟的住持 這樣在佛教史上恐怕絕無僅有 出家人,希望有更高的修行,就必須受巨足界 而這間寺廟的住持,為甚麼沒有受過巨足界呢? 據原葬的記載,以前在這裏有一座寺廟 有一班比丘走來禮拜佛寺廟 見到一群大笨象走來走去,有些用牙除草 有些用鼻子來灑水淋花,有些用牙鼻在其他地方捲鮮花來供養 大家看了是不是很悲嘆,很感動呢? 實際上,這群真人迷的時候,這地方已經放廢了很久了 只有一群野象在供養,真人就全部沒有了 於是其中有一個沙尼就發現,放棄受巨足界的機會留在這座供養捨離塔 因為這裏已經空無一人,在這處沒有辦法受巨足界 那他就跟他一齊來那群真人說 我有福氣可以出道家,但其實只不過是難於充數 時間是一天一天過,一點成就都沒有 這座塔有佛舍利,有這麼多大象在這裡灑水除草 我寧願留在這裏跟那些大象一起,了結如生,我亦都會感到非常慶幸 他真是一個了不起,而又切切實實的沙尼,大家都被他所感動 而這裡就引行了一個佛教道理 就是你出家學習佛法,是不是成為真人,其實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將受巨足界,將獲得一個正規的真人身份,看得比佛法更加高更加重要的話,這些也是逐年 所以,他的同伴就說,以前是一件好事情,我們的逐年太重了,竟然都沒有想到這樣做 那好吧,你就好好在這裡照顧這個舍利塔 於是,這個沙尼就高高興興留下,日日和群大象一起除草,淋水種花,慢慢地修建,恢復這個殘破的寺廟 後來,他的行為就更加感動了附近的國王 那些國王也都奔奔思舍,一起建造了一座灰魂的寺廟 而這間寺廟從此就形成了一個傳統,主持的人一定要是沙尼,而不能夠受過具足界的正規僧人 原葬顯然在這裡誤到佛學道理,所以他才會很正經地留下了這樣一段記載 離開這裡,再向前走,就是拿爛陀子的所在地,摩蝶陀國 原葬在即將到達拿爛陀子的途中,還經歷了哪些事情? 留下了哪些記載? 拿爛陀子所在的摩蝶陀國就在武紀院的前方 所以原葬一定是滿懷了一種很急迫的生情向前趕路 這一路雖然佈滿佛教歷史上的聖跡,譬如梭羅林就是佛陀涅盤的地方 又譬如六野院就是佛陀初鑽法門的地方 但是,所有這些地方,原葬在記載上留給我們的感覺都是匆匆而過的 很明顯,他心目中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地方在吸引他 當然只能夠拿爛陀子 在這一路上,原葬在一個地方 給我們的感覺是稍為做了一個比較長時間的停留 就是在一個叫做揮捨離國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釋迦牟尼本人說《匹摩羅蠍經》的地方 《匹摩羅蠍經》在中國佛教裡面有著極其特殊的地位 他大概是大成佛教裡面,除了《大波野經》之外,最重要的一部經典 他的主人公叫做維摩蠍,是一個很富有的居士 這個居士佛學修養很高,在佛學世界裡面有著極高的聲望 有很多菩薩居然都走來向他請教文法 這個人物形象,就非常適合我們中國佛教徒的心理 為什麼呢? 在中國,出家跟我們傳統的倫理和禮教是有衝突的 中國是講究孝道,以孝治國的地方 同時出家又要放棄很多世俗的享樂 這樣對於漢族人來說,也是一個很艱難的選擇 漢族佛教有一個特點,就是居士佛教特別興盛 例如像近代的文學家謝玲雲,這些人都是居士 在世俗界有很高的地位,而曾仁又對他們非常尊敬 所以像維摩蠍一樣,可以安享人間所有的榮華富貴 又能夠在佛學修養上達到菩薩這個水平 無疑就非常適合漢族佛教信徒的一種特殊需要 同時,這部經傳說也是由釋迦牟尼親口講述的 它的正當性和地位的崇高性也是無可質疑的 所以這部經很早就被人翻譯成漢文 在三國時期,有個穴之族裔的人叫知謙 他翻譯了這部經,叫做維摩蠍經,有兩卷 而十六國遙秦時期,另外一位同原葬並列為佛教翻譯史 又或者中國古代翻譯史上兩座高峰的西域偷詞僧人 也翻譯過這部經,叫做維摩蠍所說經,有三卷 而在已經有了知謙液管,混摩羅十液管的情況之下 原葬管人後來又翻譯了一次,叫做說無咎經,有六卷 雖然是同一部經,但篇幅就越來越大 大家都知道,原葬當然是一個了不起的翻譯家 但是原葬翻譯的很多佛典並不是最流行的 佛教徒閱讀經典,往往會覺得原葬翻譯太忠實於凡文原本 不太符合我們中國人的行文習慣,讀起來是比較爭吵 而剛剛不是漢族人的混摩羅十液管,讀者相當多,流傳也最廣泛 維摩蠍經也是這樣,而維摩蠍經對於我們中國的影響 尤其對我們漢族的影響,只要通過一個很有趣的事例來說明一下 大家就可以體會到 我們知道,唐代中期有一個著名的詩人叫王維 他是一個居士,同時都是藝術史上非常重要的畫家 所謂南中畫風的開創者 我們不是經常說,什麼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就正是後人對王維詩歌的評價 由於王維信仰佛教,所以他的很多詩和畫的作品都帶有明顯的佛教痕跡 比如說,王維最有名的畫就是雪中芭蕉,也就是雪地裡的芭蕉鼠 這就完全是違背自然規律 只不過他是為了形容世間時物的短集 王維的詩集就不叫王維集,而是叫做王又成集,或者叫做王摩蠍集 這個後一個名字是因為他自己的名字叫為字摩蠍 古人的名字和字是相對應的 王維取這個名字是說明他很喜歡維摩蠍這個人文 於是就把維摩蠍三隻字拆開,作為自己的名字和字 但是這麼巧,又可以說這麼不幸,維摩蠍在繁文裡的意思 也就是原狀翻譯的《雪無垢經》裡面的《無垢稱》 也就是說,維摩蠍三個字就對應《無垢稱》三個字 《無垢》意思就是說,沒有一些污垢的東西很乾淨,非常潔淨 《清》就是雙稱、雲稱的意思 所以維摩蠍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乾淨而雲淨 好了,王維這樣一起名就亂了 他叫王維,就變成黃沒有,沒有就是沒有 字摩蠍就變成了,又髒又雲淨,很雲淨的髒 遍布全身的都是髒東西 從這件趣事來看,也揭示出,維摩蠍這個人物 對我們中國士大夫生活的影響有多深 也都可以反映出,中國士大夫在接受佛教當中的一種唯我所取 但就不太顧及他本來意義的特點 好了,題外話就不講那麼多 從廢舍尼國繼續前行,原葬就終於去到了拿蘭陀子所造的國家,摩蠍陀國 摩蠍陀國是古代印度的十六國之一 它就在今日印度比哈爾邦的巴特拿和加拿這一帶 這個國家從公元前七世紀開始,就非常之強大 它的國都是黃舍城,這個城就曾經被毀過 到了原葬去的時候已經重建,所以又叫生黃舍城 在這個地方,或是一個古代印度歷史上很多強盛的王朝 比原葬早一兩百年的發遣去到的時候,正好是這個地方的黃金時代 所以,發遣傳記載的摩蠍陀國,就是凡諸中國為此局成一最大,聞人呼聲,敬行人意 就這樣看來,拿蘭陀子在摩蠍陀國的存在就不是偶然的了 因為這個國家不單止強大繁榮,而且等到原葬去的時候,它還比較繁榮,是沒有衰敗得那麼快 而且佛教的極度輕盛 按照原葬的記載說,是有嘉南五十餘所,徵徒萬有餘人,並多宗集大繁法教 原葬來到這樹的時候,這個地方還有五十多所寺廟,成萬個僧人 而且難得的是,大多數都在收集大繁法教 對於原葬來說,當然感覺非常之好 當然同時,原葬也有紀錄畫,那樹是異道實多 但無論如何,它沒有方體,還有強大的物質基礎和學術基礎,來支撐當時佛教世界的最高學府 對於佛教徒來說,佛陀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就是在摩蠍陀國度過的 佛教歷史上的四次佛典結集,有兩次都是在摩蠍陀國境內 第一次是在黃舍城結集,而第三次是在華士城結集 有關佛陀生平的聖跡,絕大部分在黃舍城附近 所以摩蠍陀國本身就是佛教聖地 而且更加可貴的是,從唐朝開始,摩蠍陀國就與中國建立了很密切的官方友好關係 原葬訪問這個國家之後無奈的貞觀十五年,即是公元六四一年 佳日王就曾經以摩蠍陀王的名義,專門派遣士臣不遠萬里去到唐朝 這次出事很有可能是受到原葬的影響 原葬作為一個沒有被唐朝批准偷渡出境的民間高僧 去到印度之後,反而促成了兩國之間的官方交往 這一點就很重要了 而佳日王宿派遣的士臣,還帶有正規的國書 唐太宗非常高興,因為之前谷文太已經去過長安 所以,唐太宗很有可能也知道,自己國家有一個高僧正在摩蠍陀國 所以,唐太宗也馬上派人回訪 而佳日王又派人跟著唐太宗的士臣又是回訪 來來往往就非常頻繁 每一次,唐太宗都給予了很大的優待 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而且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 各位,今天每天都要吃的白砂糖 他的製作方法,就是唐太宗專門派人去摩蠍陀國學回來 而在之前,中國人不懂得做砂糖,只懂得做麥芽糖 只是摩蠍陀國的人,教曉了唐朝人用甘蔗來做成結白,細膩而純正的白砂糖 當然,無論這製作有多美、多神聖 在原藏的心目中,毫無疑問亦比不上拿爛陀子 但是原藏一路急急地趕路,到這製作,他的腳步忽然明顯放慢 好像他的心情不再迫切,而拿爛陀子就離原藏前面大概兩百多里的地方 到底為什麼呢?他當時的心情,會不會有一種猶豫,又或者有些戰戰兢兢呢? 反正,這樣一種心理狀況,突然出現在非常之光毅果敢,堅韌不敗的原藏身上 於是,原藏在這個不太大的地方,在一些並不太重要的地方停留,開始巡禮和禮拜 原藏心中的聖地,拿爛陀子已經更在此 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一隻頭髮深切的原藏,放慢了腳步呢? 在馬上就要到達佛教的八元地之前 作為一名虔誠的頭髮真,原藏又為什麼毫濤大哭呢? 原藏在一間不太重要的寺廟裡停留了一段時間之後,就是參拜菩提樹 這棵菩提樹是佛教的一個重要遺跡 因為佛陀就是坐在這棵樹下面個共成佛的 這棵樹繁文原來叫做卑菩羅樹 而因為佛陀在樹底五道,所以現在大家都知道它叫菩提樹 據說這棵樹在佛陀在世的時候,是高數百尺 後來,很多不信佛教的惡王上來整嵌它 到原藏看到的時候,只有四五丈高 樹身是黃白色的,枝葉是清脆亂朗 冬夏兩季不會飄零,光鮮無比 整棵樹好像一種曝光在那裡罩著 但是每到佛陀涅盤的日子,樹葉就會忽然降落 有一種凋零的感覺,沒多久之後又會恢復原樣 於是,每到佛陀涅盤這一日,全印度很多人,包括國王都會走來這棵樹 而且用大量的牛奶來淋這棵樹 其中有一個國王在亞玉王的後代 有一次他帶了幾千隻牛奶去拿牛奶,用鮮牛奶來招貫這棵樹 在佛陀涅盤之後,有一個國王在當地樹了兩尊觀音像 南北各一座,全部面向東方 當時大家都相信,如果觀音像陷入土裡,佛教就會消亡 所以它是有重大的象徵意義的 而元藏來到的時候,南邊那座觀音像,土已經去到深厚了 我們前面再強調過,元藏當年是抱著西行求法的決心去佛教的發源地印度,來求取真經求佛法的 但是很明顯,元藏都印度佛教的現狀其實不太了解 他一路走過來,看到的是佛教的衰敗,寺廟的殘門斷壁 紀錄的是幾百年前佛教興成的傳說 他見到這座觀音像,已經被肚子蓋了到胸口 元藏就很悲痛,他五體投地,悲哀奧魯,哭倒在地 他一邊哭,一邊說 佛城都市,不知飄論何趣 甘於象貴方乃此詩,免為業障,一何心中 意思的話,我來到這座,見到這樣,我就在想 佛城到的時候,我又在哪裡? 我為甚麼不早生一千年,可以跟釋家同一個時代呢? 今天我居然到了象貴 那象貴呢,是佛教的一個專門的說法 象貴就是指,佛法已經不再興成,但是還未到末法時代 元藏就質問自己,已經到了佛教比較衰落的時候 自己才趕到這座,為甚麼呢? 元藏想到這裏,卑淚盈莫,於是又是毫濤大哭 麥亞武在那個地方有幾千個僧人,剛好解夏之後來到這座 所以,大家都很感動,很多人都跟著一起哭 在這裏講明一下,解夏是甚麼意思呢? 解夏就是結束了佛教界律所規定的一段居住生活 是為甚麼元藏,無迫不及待地趕去,當然是百里之外的拿爛陀子 這些小小的路程對於元藏一路爬山洩水,經過幾萬里的路程來說,也太微不足道了 他為甚麼不堅情前往,而始終在這個方圓一二十里的地方逗留呢? 幾十小小小連播,元藏西遊記 監製,千雲美,編輯合成,梁浩明 由風雲962新聞資訊廣播,策劃出品 郭文貴,編輯合成,梁浩明 是,我們有一個人的經歷 庭報名字 善阿賤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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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